自从5月3号发射入轨以来 嫦娥6号经历了约30天的奔月之旅 6月2日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的着陆区 嫦娥6号采集了月壤样品和月表岩石 同时开展了科学探测任务 获取了很多珍贵的影像和数据 嫦娥6号还搭载了欧洲空间局 法国 意大利 巴基斯坦的国际载盒 一同进行科学探测 这是中国外空探索的历史性一步 也是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历史性 了解和探索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和平利用外空将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 深入开展航天国际交流合作 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 共同探寻宇宙的奥秘 让我们一同期待 嫦娥6号探测器带着禅宫保障 平安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